我傅昆琦不但講給你聽 我還講得比戰鬥欄更大聲 而且告訴你是有用的 因為你院長跟副院長 還保持中立嘛 總召就是我 國民黨立委全部聽我的 是 而且傅昆琦這種 這些用詞跟講話的方式 坦白說跟我以前知道的 傅昆琦是不一樣 因為傅昆琦對人其實是很客氣 他不是這麼的鷹派 很親和的 他不是這麼的鷹派 他的過去的主張也沒這麼的鷹派 但傅昆琦這一次很明顯 當了總召之後 講話用詞是越來越鷹派 所以很顯然的 他會這麼講話 表示他後面還有其他的目標跟目的 那所以當他的目標目的 如果他是要 博得藍營的話語權的代表的話 那顯然對傅昆琦來講 後面一定有他期待東西 有可能是更高的位置 或是有可能是其他 那個直轄市的首長 不知道 但是顯然他這麼做 一定有他政治上的考量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你看國民黨內 盧秀燕本來可能是太陽 那個韓國瑜現在確定 開始往太陽的方向再走 那傅昆琦呢 傅昆琦在博取自己聲量 在開始在極大化的過程裡面 博取藍營認同在極大化的過程裡面 他當然也希望變成藍營的另外一個太陽 政案委員 所以傅昆琦就變成是一種 魚死網破的黑道威脅 我覺得這幾天我們確實看到傅昆琦總召的表現 說實話就是讓人瞠目結舌 我覺得最惡劣跟最糟糕的是 他喊出一句話 他說要讓民進黨找不到人當部會首長 他在恐嚇民進黨 我說實話這不是恐嚇民進黨 這在恐嚇台灣啊 請問現在接下來民進黨持續執政 如果民進黨找不到人當部會首長 這對整個台灣來說是好事嗎 是恐嚇 照理來說我們在這個時候應該是希望 可以更大廣納人才 但他現在是要讓你找不到人 我都覺得 我在聽到他這句話的時候 我都覺得 你是不是因為自己這一次選舉 沒有拿到政權 所以因為我沒拿到 所以我也要讓你經營到島鏈 其實這是一種黑道式的恐嚇 但是現在這個傅昆奇總之澳 他說我要成立國會特徵組 第一個這個詞從哪裡來 大家不知道 大家說我為了要監督你行政權 我必須說少胡扯 為什麼要把這個話講這麼重 立法院是憲政機關 基本上你要遵守我們憲法上面 賦予你一定的憲政上面的秩序 跟運作的機制跟邏輯 你要說我要監督行政權可以 其實監督行政權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立法院是一種方式 司法權是一個方式 審計監察都是一種方式 我們可以來說 那國民黨那你就來好好提出 那你怎麼做司法的改革 包括你怎麼做監察審計權的改革 來增加對於行政權的 監督的能量跟優化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可以同意 但現在國民黨不是啊 他要主導人事權 國民黨現在是怎樣 國民黨是我只要在憲政體制裡面 看到我喜歡的我都要 我全部看到我喜歡的 我都要裝到我身上 這是什麼 他想要誰當院長 他誰想要當哪個部的部長 他說了算 能搶就搶 能擴就擴 更不用講 現在我看到那個國民黨立委 那個翁曉 不是任的部會首長 立委應該擁有解任權把它處理掉 解任權 經濟部跟交通部長也應該是國會任命 意思就是說他變得是 他是一個大立委的概念 這個我們在選前 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們可能在討論 叫做隔魁同意權 現在國民黨這個汪曉玲委員 他還是法律的背景 他現在要的是說 部會首長的 免職權 他不是只是要隔魁同意權 他要人是免職權 我說實話 國民黨要不要考慮 你提個案修法 你直接提說 國民黨黨團可以擁有 對於不順眼的官員 有體罰權 但必須要修法 你可以直接對 部會首長體罰 好不好 這真的是扯到不行 我覺得 現在國民黨根本就只是拿 所謂監督行政權 來當作他的遮羞部 這一些動作 都不是真正在監督行政權 監督行政權 我們剛才說 你可以再強化司法權 你可以強化監察權 強化審計權 你透過憲政的方式 來處理都可以 現在國民黨這些幹法 只是 你只是要擴權而已 你只是 現在看起來 人民再次給你當 國會最大黨的機會 你健烈欣喜 你想要趁機大幹一票 讓自己有多少權 就有多少權 我都覺得這很像 你是在吃自助餐嗎 還是叫外送 如果要擴人事權 他做得到嗎 他現在 他明明他不能夠擴人事權 因為你是立法委員 你又不是行政院長 人事權是行政院長跟總統 才有部會首長的任免的權利 你又不是行政院長 你又不是總統 你現在要把這個任免的權利 全部都灌到立法委員的身上 憑什麼 翁小玲跟國民黨黨團 現在喊出來 我要解任部會首長 立法院長直接解任部會首長 其實說實話 你真的要對於 這個行政權強力杯葛 你就倒閣 你可以提出倒閣 他可以杯葛 可以倒閣 但是不能夠要求解任 或者是挑選他 目前是這樣 你如果要倒閣 那你也要承擔一個風險 就是總統有解散國會的權利 這個在憲政體制裡面 本來就是相輔相成的制衡 這是一個憲政上面的 遊戲規則跟邏輯 所以有可能倒閣 因為現在立法院當中 國民黨是多數 可以 但是你就是要承擔 總統也有解散國會的權利 這是同時是憲法賦予的權利 可是現在是國民黨只要一味的 他不考慮整個憲政體制 他只要我想要什麼 爸爸買給你 我什麼都要 我看到喜歡 我說這很像在挑自助餐 你喜歡的我就要懶到自己身上 他不管其他的部會 不管其他的監察院 行政院 包括是司法院 大家的處理的邏輯跟原則 所以我說實話 不要拿 不要拿 監督行政權來掛羊頭賣狗肉 你這不是一個正規正常的 監督行政權的方法 你只是為了自己擴權 你看到擴權的目的是什麼 擴權的目的是 要讓民進黨找不到部會首長 這個是要拖台灣來沉淪 你只是拿不到政權 你就要搞到魚死網破 你就要大家毀滅 毀魚蛋 我覺得居然這是現在 國民黨的心態 我剛才說 我們剛才講到韓國瑜 韓國瑜看起來 現在好像在主持一事 有了一個比較 這個協調性的高度 但對不起 國民黨現在 看起來 54個立法委員 我看起來比較像 我在立法院看起來比較像是 54個傅昆奇們 所以傅昆奇是 接下來另外一顆大太陽 是 國民黨說下架民進黨 就上架什麼 上架54個傅昆奇們 這是社會要的嗎 大家覺得現在新局了 在立法院新局了 還在講說 你們是上架54席誰誰誰嗎 這是選舉的口號 現在立法院 應該是做正式討論一些人事的 相關的任免的部分 為什麼會提這個 其實也是在暗示 民進黨政府接下來 任用相關人事的時候 要尊重民意 這才是國民黨提這個案子 你要讓民進黨找不到部會首長 這叫什麼尊重民意 史上第一次 國民黨的中常委選舉 預計在3月9號要舉行 我們來看到包括現在很多 現任的傅昆奇 洪孟凱 謝一鳳 尤浩等人都不再參加了 第一次出現就是 應該選29個人 只有27個人登記 其中現任立委當中 只有正正前一個人參選 還有剛才我們特別聽到說 立法院當中他要擴大自己 變成是超級大立委 還有包括韓國瑜吸引了很多的韓粉的支持 民意姐接下來國民黨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 一個是立法院 一個是黨中央 我立法院當中 根本不會瞭你黨中央任何的要求 你的政策我不信任配合你 反正我立法院當中 我自己說了算 所以導致這個所謂的國民黨中常委 也沒有人要當 你這樣講 我不會跳出來 但是那個林涛會跳出來 朱立倫的子弟兵 林涛會先跳出來 我先講 我不要再講說 你再看著我的眼睛了 不用看 我只要問你說 你知不知道中央委員 你要光是登記跟保證金 你知道要繳多少錢嗎 要交保證金 要保證金 要貢獻給黨專家付錢 先講 他的登記費是5萬塊 然後保證金是50萬 也就是說 你要去登記的那一剎 你就要繳錢 而且保證金是你落選 我退還給你 但是如果你當選了 這50萬 就變成你的責任額 募款責任額 而且中常委 他們是一任兩年 所以一年是50萬 兩年是100萬 所以這些中常委 不是讓你在那邊享受黨的權利 在那邊做活送 我要貢獻自己 100萬 你光當中常委 你要先要100萬 好 那中常委 你講到一個重點了 為什麼這次中常委 就是29席當中 只有27個人登記 事實上他有30個人登記 但是因為某些的原因 譬如說最後有3個人被刷掉 所以導致是27個人 這個是不足額 可是為什麼會被做成新聞 因為這是破天荒 史上第一次 黨的中常委照理說 你可以參加黨務機構 黨要聽你的建言 參與重要決策 對 它其實是黨非常重要的核心 其實不管各黨 你在怎麼小的黨 如果你可以擠進中常委的話 代表說你是擠進黨 一個黨的權力核心 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要忘記國民黨 現在又是泱泱 在野最大黨 而且是國會的第一大黨 所以照理說中常委 我是說照理說 中常委應該是非常的重要 那為什麼這次中常委 反正好像罰人問津 就沒人想做 大概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說 國民黨的中常委 你自己去問裡面的中常委 他們其實對現任的黨主席朱立倫 有一些態度是非常的不滿 包括就是說他們覺得朱立倫 像以前吳敦義 他們會找這些中常委來 會去聽中常委的一些建言 比如說吳敦義是相當重視 這些中常委的建言 主席跟中常委的關係很好 對 但是很多的中常委在抱怨朱立倫 就是沒有把他們看在眼裡 就是譬如說 這個有時候看中常會 然後把中常委叫來15分鐘 都是朱立倫一個人講 講完之後 然後中常委就掰這樣 那就九二九四對中常委來講 你要收我的錢叫我六千 但是你又沒有要聽我的意見 全部都是你自己錢剛獨斷 那你要我中常委幹嘛 那第二個我講一個例子 就說像這一次的選舉 他們有些選舉 不是有一個大造勢嗎 要有些中常委 我很大 我中常委 我是不是應該在後台 跟你們這些人一起大進場 至少一起上台有沒有 給我尊重一下 對啊 但是你知道嗎 現在你去問 這個中常委 他們就不讓他進後台 為何 不讓他進後台 那些黨務人員就說你們去坐在前面 跟這些觀眾坐在一起 不讓中常委進後台 中常委覺得說天啊 我是中常委 你不讓我進後台 跟大家一起站上台 你叫我去跟觀眾坐前排 你幹嘛把我放在眼裡啊 好啦就是這樣 所以很多的中常委久而久之 他們會覺得說 在朱立倫任內的這些中常委 都覺得不受尊重 我為黨出錢出力 你還這樣不鳥我 你記不聽我的意見 我連上台都不能上台 還要讓我跟這些觀眾坐一起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沒意思啦 所以他們就是 至少就是不去坐這中常委 當然最主要的原因啦 是未來這兩年的中常委 你看這兩年沒有選舉嘛 主要原因是沒有選舉 然後沒有選舉的話 其實你很多 以前要選舉的話 你碰到提名嘛 你至少還要尊重一下 中常委的提名 比如說中常委可以反對人選啊什麼的 你這兩年沒有選舉啊 所以你相較之下 你現在黨的核心 全部都在立法院了嘛 那我問大家講的對啊 傅崑奇一定是另外一個泰陽 他未來要做什麼決策 朱立倫有意見的話 朱立倫他會講 傅崑奇一定會講說 我黨團自主耶 你黨主席怎麼可以對我指手畫腳 所以傅崑奇很 就是傅崑奇一定會擺出 很強硬的態度嘛 那你要看喔 韓國瑜2月1號就選完之後 他上任的第一天喔 是朱立倫去拜會韓國瑜耶 而且他還說 請你記得過年之後呢 要跟縣市總統們聊聊天吃吃飯 對啊 拜託他喔 所以朱立倫也知道嘛 現在整個重心 整個舞台都在 在立法院 對 然後再加上這兩年 沒有選舉的話 你連朱立倫都會變弱勢黨主席了 你更何況 中常委弱中之弱 所以當然不會有人又想繳錢 然後又 他又是做義工繳錢 所以中常委沒人想當啦 所以按照明玉姐這樣說 等於國民黨是變成多了一顆太陽 第一顆當然就韓國瑜 第二顆是傅崑奇 還有第三顆的盧秀燕 第四顆是黨主席 我永遠是一顆太陽啊 那我小小補充一下 基本上因為在中常會主席 可以指定6到11位的中常委 所以沒有不滿的問題 因為過去他其實沒有把它指定完 所以因為過去人很多嘛 現在他當然多指定一點 那我覺得結構性的原因就是 因為這兩年沒有狀大的選舉啦 所以你在提名的過程中 大家沒有辦法有一些畫面 大家合照或造勢來幫忙的狀況下 那中常委也覺得說 那我其實沒有必要 就責任額那麼龐大的這個壓力嘛 所以我覺得是說得過去的 這幾年啦 中常會都是這樣 就是說大家在選舉的場合 大家會去造勢 然後去拉一些組織票 然後大家有一些經營 可是呢 你是說他有很強的決策功能 從上上屆馬總統開始 那時候的中常會 那時候還有中三會報嘛 就是說他的功能是一個 就是說比較像是 比較縮小範圍的一個功能 但就是諮詢的角色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